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传出后再一次冲击了全世界的新闻播 人大最后记者会上温家宝的讲话 外界以解读为罢免薄熙来的信号 外界评论两会期间薄熙来虽然搬来周永康做挡箭牌也无济于事 王立军事件引发的中共暗斗已拉开序幕 随着薄熙来的免职重庆派系以及周永康的未来去向 也成为外界关注的下一个看点 中共两会刚刚过去一夜3月15号一大早 中共喉舌新华网先后刊登 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市委常委和委员的职务 以及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副市长职务的消息 薄熙来的职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张德江解体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表示 王立军这个事情本身还没有结束 只不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个回合薄熙来就已经办下阵来 从新闻的这种发布情况来看 应该是这个在两会前夕就已经决定了 放在两会之后这个放出来呢 也是为了避免这种社会震动吧 尽量让这个会议啊 保持一个比较他们希望的那种稳定的局面 3月9号重庆团团会上薄熙来声称 王立军事件是属于他用人失察 同时他还为重庆的打黑辩称 打黑都是上面同意的 绝不是公安一家 是公检法司 国家安全再加上纪委 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由政法委协调的 并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情 就是说薄熙来利用人的这个机会 去抨击挑战中央对王立军 和可能对重庆进行的处理 而在重庆的那个代表团的会议上 实际上是把利用这个他的这个政法委 周永康的这个中央政法委的这个力量 来表示就是说重庆没有做错 实际上是为重庆辩解 而且呢是一种反攻 恒和认为 虽然薄熙来请来周永康做党箭牌 但中共不可能再给薄熙来机会 周永康他毕竟只有一票嘛 他去支持他也没有用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说这件事情在人大结束以后宣布的话呢 实际上人大就留下来了 薄熙来有反击 但是呢 另外一边就中央这边呢 就是胡温这一派 或者是加上习近平李克强都可以 不管他怎么样嘛 就是说把这个人大的这个武裁留给了薄熙来 而他们自己没有用 所以他必须在人大结束之前 在人大的最后一次他讲话的机会当中 要把这话讲出来 3月14号 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任内第十次 也是最后一次人大会议闭幕后记者会 记者会最后一答 温家宝抛出重型震撼弹 回应王立军事件 温家宝表示 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立即责呈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 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 将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则 严格依法办理 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 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 现在薄熙来已经彻底翻船 对薄熙来的审查也有可能牵扯到周永康 还有薄熙来的报社 包括见媒体 还有唱红打黑 跟黄其帆也是捆在一块的 所以黄其帆很快也会出事